上門上帶一個 我跟今天面試都結束了 好開心喔 就是壓力失望的感覺 今天是要去台北面試 那我這邊東西都很多 我這裡最大大呢 是衣服跟面上穿的鞋子 因為我現在天上的是窮襲 我怕等一下要走到很遠什麼的 然後就會很麻煩 我希望今天面試試看 好開心喔 huh 很久不夠 再次结束 怎么九八分钟而已 然后就是踏到座街上 然后再电话发音就这样 然后问问 对面试结束我超开心的 就是压力失望的感觉 这样未来就能够来读飞了 现在我们在摩斯 然后我就会到高铁星星站 在今天面试中 上了 然后今天要三百 还有两个面试要去 希望做一个很顺利 现在我来分享 因为刚刚我们去面试以前 就开始买了一大堆的东西 对就是后来变得超重 首先呢在板桥的车站 我们一定会去买 红瑞登的三明治 对 然后呢就有 像是草莓起司的口味 还有我喜欢的柳橙起司 对 然后招牌都是我妹来吃的 但是我已经最招牌就是没什么感觉 或者说面试的口味 其实比较乱甜的 这样 去的时候还没有面试前 然后在那里逛的 比如看到肉桂 我就超想问 然后我买的是 这是柠檬糖霜的肉桂卷 然后有个蛋糖 对 两瓶蛋糖 它可能像德国布丁 就是它是那种很高的火锅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各种各种的饅頭 就像我可以地板拿到这里 然后 呃 这里有叉叉包 葱花卷 跟鱼肉桂 所以就是 主要就是 拿来装这种东西 不要开玩 对 明天还要继续面试 对 然后 呃 如果可以看到美食的话 也不错 嗨 Day 2 要去台中夜市 там 咱们 这里 你 哀 Might 也 咱们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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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今天要到 水南小区了 然後這邊 就是 有人帶位 幫我進來 好 現在我第二個面試結束了 先自我介紹 然後他會抽個題目 然後他就會反問 然後總共時間也是一樣八分鐘 對 然後終於 這個週末 對 五六 終於結束了兩個面試 然後 下禮拜還有一個面試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比昨天 就更緊張了一些 對 但是 都還是一樣從 自我介紹裡面中提問 所以就是都還在我 準備上環境內 就是我原本 預料到他問的問題 都有出現 然後除了第一個 他就問了說 動物跟植物 最喜歡什麼 然後我就當下 就掰了說什麼 我喜歡養魚 覺得魚 就是在學中有很快樂啊 然後什麼的 反正亂掰 還有其他一些事情 然後還有植物 就想說 平常有種花啊 對 但是其他的 就拍攝OK啦 好 掰掰 今天 開張高鐵站 已經會 回來新竹 來幫我妹娜 去回來學校拿書本 對 那看看很久以前的 國小國中 但我覺得沒什麼改變 對 反正就是 我來走一走而已 對 來 你們 好 大家好 那 很難 然後 自然 打算 對 什麼 真的 對 是 是 那別的? 就是什麼的? 是 基礎探訪 嗨 我三間面試都結束了 跟大家分享 我剛剛是隨便一抽錢 然後就抽到我這個場次的第一位 然後因為它在裡面等過去的時候 都完全不能用手機或是iPad 就是任何的電腦產品都不能用 所以我剛才都沒有錄 然後呢 我就發現就是 那時候我是知道自己是第一個的話 我就超開心 然後我說如果是第一個的話 我就可以馬上一面試完就可以馬上解鎖 那在面試過程中我就超短 大概才問我兩三個問題 然後就馬上出去 而且這邊它最後的體溫還突然用英文體溫 然後我直接措手不及 然後說好可怕 就出來英文 但是我那時候算了 也是馬上我就一條 然後就大概有個想法 就趕快回應 然後最後一題結束 然後它就說 謝謝 謝謝你的表現啊 謝謝你什麼 就是反正是誇獎的那種話之類的 然後我就以為只是這個提問 然後到一個結束 就不是 它真的就說 好 謝謝你可以離開 就是英可已經結束面試 他說哇 太快了 反正就是很快樂 這邊也觸到海洋 我現在心情超好 對 我們來看一下一下剛剛 我們面試結束他們發的餐 特別已經在收到不一樣東西 然後這個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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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費用蛋糕 建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